好看到呢 美国商务部最近公布了 这个一个惊人的事实 这是华为自主研发的 麒麟这个9000S晶片 那么当中 韩美成分是零 这报告证实了什么 就是即使在这个 很严酷的技术封锁 那么华为还是已经独立研发出 世界领先的晶片 那么同时在先前 这个华为的那个Mate 60系列发表之后 接下来华为新主机的处理器 总向大家也蛮关注的 现在有这个部落客来爆料 包含的接下来新机的部分 大几率全系都是用 骁龙680处理器 那么在预估了 2024明年开始 华为将停止采购高通晶片 新机型会全面来采用 自家的星期龄的处理器 那么另外彭博社也报道了 点名四家台湾科技厂 疑似驻华为 文美华部长说 四家台厂都是低阶的环保 废水处理不涉及关键 的技术这10月4号 到了10月6号改口了 经济部启动相关调查 如果说营业项目不符合的话 那么最高可罚2500万美元 同时经周刊的发现 谢金河表示彭博社报道 很可能是美国受益的 美国特意警告 台湾现在成为 对中晶片封锁的一个突破口 烂哥 那个谢金河那个叫典型的胡说八道 这个四家公司通通都不是半导体供应链的公司 他们只是做厂房 比如说崇越 崇越他是做水循环 他是做废水处理 那汉堂是做无城市 那亚翔是做设备厂房 而且亚翔他在上 他在大陆就有公司 他还两岸都上市 那搞不好他是用大陆公司去做的 所以我跟你讲 美国的媒体就只有蓬勃 这个记者恶意写这个新闻 美国没有一个媒体跟进 结果我们台湾的报纸都登头版头 我觉得台湾的媒体真是悲哀 人家是一个记者要恶意搞你台湾 结果你把他当圣子 美国官员都还没有讲话 那你就已经完全跟进了 那还要去 这个还有一堆人还要做评论 那些人事上都在反映 他的意识形态 谢金河在民进党中央党部演讲过 还一度传出要当不分区立委 还可能入内阁 入赖金河的内阁 那这些人就是完全反中的 事实上我跟你讲 美国他在做半导体制裁 就是大陆做不出来的技术 然后你卖给他 比如说台积电 台积电7奈米不能卖 这四家在中国大陆做的业务 大陆都有相关的厂 都可以自己做 他只是公开招标 然后人家标到案子 你以为无城市大陆都不能做吗 废水处理 大陆公司都不能做吗 这个就是很典型的市场竞争而已 然后台湾的公司得标 这个跟半导体制裁 大家有没有违反规定 这完全是两回事嘛 所以我觉得我坦白讲 我美化也是有点为难 因为一定是美国叫 美国一定是直接通知 这个就是国安会看到这个新闻嘛 所以他们要注意 那事实上 今天那个蔡明燕 国安局局长也出来讲话 她说经查 四家公司并未违反 美国的相关规定 那我们有话第一时间也是这样讲 那后来又加了一点 大概我觉得就是要做交代 就是说有没有违反 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那就是说你是不是写 你实际做的 跟你的投资目的不合 那这个当然合 因为他们做了 他们登记去大陆要做的项目 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就是废水处理 设备厂房 还有这个我们都无城市等等 所以我是觉得 台湾的媒体 真的要有一点 自己的独立自主性 我跟你讲 韩国媒体 就绝对不是这样 美国写什么我们就跟什么 而且美国只有一家媒体 叫彭博 连华尔街日报都没写 那你全台湾的媒体都跟 还放头版 对啊 对啊 这简直是不可思议啊 我跟你讲 我在看韩国的媒体 在美国那个时候要求台积电啊 还有这个三星啊 海力士啊要配合做半导理制裁嘛 韩国的媒体是站在三星的立场 希望韩国政府能够帮三星争取更多权益 那结果现在人家争取到了 是 本来不是说延一年吗 结果人家现在争取到无限期 那请问我们台湾政府 有去帮台积电争取吗 台积电现在还是延一年 并没有比照变成无限期 你从这里就看出 韩国政府韩国媒体 是站在韩国企业的角度思考问题 我们台湾不是嘛 我们台湾这个政府就是 就是基本上碰到美国爸爸讲话 就不太敢提出不同的意见嘛 那台湾内部一大堆反中的 各种人啊各号人物啦 就会夸大他的效应 把一个财经媒体一个记者写的文章 当作是美国政府的政策 我到现在还没有看到 美国商务部对这个做任何发言 没有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台湾真是很悲哀啦 非常悲哀啦 是就跟着一个蓬勃 对啊 就只是一个蓬勃啊 我们没有看到 其他大包在跟进嘛 没有嘛 那可能就是蓬勃的 某一个或两个记者 对中国非常恶意 然后就他去深圳 然后就开始 看到台湾在这里啊 我就把你写进去 就是这样嘛 是 好看到那接下来 我们来看到纽约时报的报道 纽约时报这个也是 表示美国晶片呢 巨头游戏放松对华的限制 从7月份以来 全球最大的三家晶片的制造商号 回答英特尔高通警告 美国限制可能会呢 来加快大陆发展独立自主 晶片产业 这些巨头敦促 华盛顿各方领导 重新来考虑额外的晶片限制 那么这场游戏也推迟了 新限制的措施 根据华尔节日报报道 去年中芯国际的营收当中 美国IC设计企业贡献了五分之一 表示什么呢 中芯跟美气业务的往来 依旧是很热络 大清哥 中国大陆市场本来就是 美国半导体业的一个重要的市场 他们占了美国半导体业的 非常大比例的一个营业额 那么当然你从华为这件事情上 就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科技自己会找到出路的 这个半导体制造的确它也许有一点复杂 中间可能需要很多关键的技术 或者是原料 可是你说它有复杂到说 这一辈子中国大陆都发展不出来吗 这不太可能的事情 更不要提到说 今天中国大陆有14亿人 就是论大脑 中国大陆这14亿人的 这个人数加起来 大概就跟美国和它西方盟国加起来 都可能还没有中国大陆人多了 那么当美国对中国大陆 采取晶片封锁的时候 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你就是逼着中国大陆自己来制作晶片 自己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 不管你是原物料 不管是这个晶圆的设计的软体 不管是这个制造的这个机器 或者是工法 那么这些东西 中国大陆在短时间之内 也许没有办法立刻 马上就走到3奈米了 马上就自己造出一台EUV了 但是你以中国大陆 光看它发展航天技术这样的一个过程 你就可以了解说 中国大陆的韧性 跟他们的智慧是不能够被低估的 就是说他们当然自己有这个能力 经过一段时间 他们可以突破这个封锁 那当你现在限制了美国的企业 跟中国大陆市场 这个打交道做生意 你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你就是冲击到美国自己的半导体产业 各位知道现在的半导体产业 现在已经出现功过于求的一个状况了 所以各个半导体产业的这个 目前的这个订单接下来都有空缺 那么已经是一个功过于求 库存增加的一个情况了 然后你还要限制他们说 这个不可以跟中国大陆市场做生意 那可能占了他们每年的营业额的 至少15%到20%左右 那接下来他们该怎么办 你要他们怎么活下去 就今天不管是高通 不管是这个NVIDIA 他们也要持续发展 他们的发展必须要赚得到钱 他们也要对得起广大的投资者 他们必须拿出漂亮的营收 让人家看得出来 拿出漂亮的财报 让支持者安心 可是这些东西现在显然都在于 美国这个政治挂帅的情况之下 被迫要做出牺牲跟让步 所以从华为这支手机 大家就可以看得出来说 对 那么也许功法会复杂一点 也许良率没有那么高 但是中国大陆突破 而且在很短的时间内突破 当然现在很多人讲说 那个不是7奈米 那还是14奈米 但是从目前为止我们所看到 所有的拆开来做的报道 它都是7奈米 它就原本认为中国大陆 最多就做到14奈米了 可是它已经可以从14奈米 做到7奈米了 那大家想一想 7奈米到3奈米还要多少时间呢 所以其实美国在持续做 这样很愚蠢的这种科技封锁 最后的结果 你就是逼中国大陆自己建一条 晶片生产链出来 从头到尾一条龙 那么到时候它也不需要 你日本的这个化学原料了 它也不需要你ASMO的这个光刻机了 它也不需要你美国的这个 金融设计软体了 它自己走出一条路 就好像华为手机一样嘛 你现在整只手机 你没有蓝牙 我就给你Nealink 你不给我这个 这个Google的Android 我就自己做鸿蒙 所以当你现在逼着中国大陆 走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的时候 其实某种程度 我必须讲实际的 就美国在帮助中国大陆壮大 而且加速它必须要 对你是加速 你给它这么大的压力 你给它这么大的这种民族情绪 然后你给它这么大的 这个国家的这个动力 就在没有外在压力的情况之下 大家可能还说 有发展就可以了 没发展没关系啦 因为反正买得到 可是现在是你逼着它 你不发展就活不下去了 你不发展 接下来你就要被美国吃得死死了 那么接下来你就会发现 中国大陆会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在美国给予的 这个压力的情况之下 快速的提升它自己的实力 因为你现在看到美国 这个封锁已经到了 这个无所不用其极了 而且甚至有一些 毫无道理的状态了 就像刚才亮哥讲的 那四家公司跟半导体制造 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 他们又不是做光刻机的 他们又不是做 设计精源软体的 他们又不是做这个 这个化学燃原料的 他们到底是做了什么 就是他们到底帮了华为什么 就现在是怎么样 全世界所有的国家 所有的企业都不能够碰华为就对了 不可以卖华为便当 对我自己想讲 以后卖华为便当也不行 以后卖华为 什么矿泉水通通都不行了 反正你只要卖华为东西 你就是罪该万死 这有必要怕华为 怕到这样的地步吗 从这一点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美国自己的心虚 跟美国自己的恐惧 是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 消化到机能健康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道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也就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不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